去做题目 那就真的去算一点数字吧 真的算一个数字出来 这也是课本习题最简单的题目 机械工人去转螺丝 力量是50公斤重 利弊呢 是20公分 他单位就是给公斤重公分 所以需不需要换 不用换 不用换单位 不然的话 还要换单位 然后呢就去乘一乘就好了 然后呢利弊乘以利 20公分乘50 答案就是1000 然后方向呢 看就知道了 就顺值中转 不会的人就自己拿原子笔 签笔出来 照他的方法拉一拉 你就知道什么转 所以答案就是1000公斤重公分顺值中 好 确确实算数字出来 所以就请你确确实实算出来 一跟二的力举大小 好 力举大小 用一这样做 用二这样做 力举有多大多小 这也是课本立体 就是世界上超级世界 简单的题目 来 第一个 第一个 请问你 答案多少 来 请问你大美女 大美女叫做12号 12号 你说啥 你对不起大声 20 请坐下 你讲20 为什么会出现一个这么小的数字 也不那么小 正常 20公斤重公尺 我就直接用他单位 我也不做换算 可是有的时候 你需要做换算 什么换牛顿 什么之类的 这里也不就直接做了 那饿了多少 也一样照做就好了 简单小问题 大帅哥叫做 21号 21号大帅哥 王赏 10号 10号 啊 力量100 就两个乘完 答案呢 就是20嘛 另外一个也是一样嘛 力币乘1力嘛 那力币是0.1公尺 力量是100 往里面乘 然后就是10嘛 然后就发现说 离那个支点越近 我的力举就会越小嘛 刚才讲过这件事嘛 小事一桩 好 这题呢 这题理论上 你要用到一个三角函数 就叫做30度 锁对的边 是斜边的一半 这我们教过这件事 还记得吗 30度锁对的边 是斜边的一半 做法有两种 第一种是按照 刚才讲的做力线 支点到力线的垂直距离 第二个方法是把力 分解成垂直分力 跟水平分力 我要那个根 棍子垂直的力 然后去做都可以 这样会多少勒 这样是多少勒 OK 我已经明示你了 你要用到一个三角函数 叫做30度锁对的边 是斜边的一半 方法一 照刚才的方法 做力线求力弊 方法二 把力分解成垂直分力 或者是水平分力 然后去解决它 可以吗 可以吗 可爱大 可爱大美女 叫做 你们班没有14号嘛 他最后一号 实案最后一号 没有14 来 8号 你是不是要对着我微笑啊 然后告诉我说你不会啊 要不要尝试一下 不要 决定放弃 你看 我认真地教 你就不理我 请坐下 来 30度锁对的边 是斜边的一半 好 所以呢 我可以 我这里做的方法是把力分解成垂直分力跟水平分力 垂直分力一半就2.5牛顿 然后它就跟那个棍子垂直 所以力量是那条线 就是那条线 就是它说的 op的0.6公尺 所以就0.6公尺乘以2.5牛顿 所以答案1.5牛顿米 然后呢 你可以知道这样转会顺时钟转 所以答案顺时钟 你如果把这条线 如果你把上面这条线呢 延伸出去 把上面这条线延伸出去 也是可以的 然后去做那个 教育的做做力 答案也是一样 你就会变成那个0.6变0.3 然后乘以5 乘以5牛顿 所以答案是一样 OK 这就是我们的做法 这是确切实实算出数字的 OK吗 OK